暗夜中竹林里传出熊熊火光 引起路人侧目随即报警 保漆总队以车追人 查到七十多岁碱性损农 想用火根方式将竹林换成麻竹笋 甚至用废弃轮胎助燃 引起森林大火 经钓越监视器 碱性嫌犯异想天开 以燃烧废弃轮胎的方式助燃 铲除旧竹林 以待来年 梅雨季节能获得竹笋获利 导致森林火灾 所幸紧急救援没有酿成更大灾害 但想要烧竹林获利的嫌犯 因为烧掉0.05公顷的国有林地 烧出代奥新等有害物质危害空品 将被罚上巨款得不偿失 大新闻高雄综合报道